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施诸佛教 伯基尹听了哈哈大笑 这几句话 三岁小孩都知道 禅师回他一句话 三岁小孩虽然道德 就是他能说得出来 八十老翁做不到 伯基尹听了这个话 就点头了 真的这不是假的 琴修皆定会 熄灭坛成时 在佛门也是如此 三岁小孩也知道 可是八十老翁做不到 他要做到 他就成功了 所以随顺 戒定会 戒定会是冷场道德 中国人讲冷场道德 他的结果 就是天清 日月清明 风雨一时 灾力不齐 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地区自然灾害 就不至于发生了 为什么 这个地方人是修道德 修养道德 习灾满坛成时 地就灵了 地灵呢 不滩 没有水患 不沉 就没有耗栽 不吃 就没有风栽 不傲慢 就没有地震 这些话 释迦牟尼佛在《楠言经》上讲的 为我们说明 这个事件灾害是怎么发生的 那么现在全世界的口学家 发出呼吁 也让全世界的人 都在那里担心 担心什么呢 这个地球温度 每一年都在上升 上升的幅度 越来越大 科学家警告我们 如果上升 摄氏 四度 这个地球就有大灾难来了 我们一般人没想到 什么灾难 很多的物种 会在地球上消失 那么地球生态的平衡 就有严重的 破坏了 那么对我们人类的生存 产生极大的影响 如果 五股杂粮 要是减产了 我们就要受寂寞的灾难 科学家给我们提出来的 两射为一 今年的冬天 中国白方 是个暖冬 这也是不常见 就是温度上升 那那损失呢 东北的小门 是全世界产量最高的地区 那报纸上报道 今年产量的时候 减少了百分之四十 也是知道得了吗 但这个小门为什么 这样大量的减产呢 温度上升 它必须在寒冷的冬天 才有大量的丰收 所以 温度变化了 对我们生活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那地球这个温度 为什么上升 科学家为我们支出 我们这个工业 排除的废弃太多 二元化碳 所以全世界的这荤日 我们要减少排放量 我们听了 真是哭笑不得了 科学家 他们研究的 是一种物理的现象 从这方面去研究 得到这种数据 它疏忽了心理 心理是什么呢 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心浮气躁 干活太甚了 脾气太大了 他没想到这一点 那我们学佛的人 深深能体会到 因为佛讲了 不称就没有活在 那成会 这贪嗔痴太严重了 所以佛给我们讲 这是造成地球上的 自然灾害 第一个因素 佛教我们消灾灭 那是真的从根拔除 习灭贪嗔痴之满 为什么 这个事情只有佛清 菩萨明了 一切法从心享受 外面山河大地环境 是从人心转 人心念头 我们念头善 没有一样不善 念头不善 就没有一样是善的 这个问题在这真地严重 他们讲的也不错了 治标了 把治本忘掉了 佛家讲治本 标本兼治 那这个效果就非常明显了 这是要我们 佛门弟子 先救物 由我们带头来做 佛祖教导我们 长生欢喜心 欢喜心 是健康第一个因素 人快乐 他怎么会生病 愁眉苦脸会生病 一天都完 快乐